早几个月军师联盟热播,李晨饰演曹丕,唐一新饰演对曹丕一见钟情的郭兆,然而,在剧里面李晨的眉毛出乎意料的引起了大家的注意,大家感受一下李晨这一对出众的眉毛,那么的粗壮,别具一格,简直可以的。 可以脱离人物单独出道正面,每次只要一道李晨的戏份,这两道茁壮的浓眉,就牢牢锁住了观众的视线,让人非常出戏,李晨自己都说,连小沈阳都给我发微信说,兄弟,你那个眉毛是咋回事啊,啥意思啊,在灯光之下他的眉毛差点就看不到了,而在跑男节目里,李晨在一次下水游戏中, 被水冲淡了话的眉毛合并角,就这样,李晨本人的眉毛淡,直接成了一个梗,在和范冰冰的合照里,大家的重点都注意在李晨的眉毛,以至于范冰冰都调侃李晨的眉毛,缺点就是眉毛太大了,哈哈哈哈。 ,哈哈。 ,